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求這個圓的圓外一點 E3 給它做切線 那麼這個切線方程是等於多少 我們假設這個切線的斜率是M 好 那這個切斜M的話 我現在把整個圖形把它平移 讓它圓心 貼在圓點上面 貼在圓點上面 這個變成多少 這是-1 0 加2 這給它平移 -1 這個-1 p' 這-1就是0 加2 加25 好 那這個呢 到達這個圓 它做切線的斜率 這兩個斜率是一樣的 因為你整個平移的話 斜率是沒有動 斜率是一樣的 我們在這裡求斜率 這斜率求出來以後再帶回去 那種點斜4 就可以把切線給做出來 沒有,這是0頂 就給它加2以後變成0 這是圓點 好,那我假設呢 這條直線 它用點斜4 就是 y-5 等於多少呢 等於m x-0 就mx 所以這條直線 就是mx-y 加5 等於0 好 那麼這個圓心到達直線距離 就是半徑 這半徑是等於根號5 根號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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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於多少呢 等於根號 m平方加1平方 就1加m平方 我問多少呢 你把0領帶進來 這個就沒有了 這是5 好,那這樣子的話呢 然後呢 我就 把它撐過去 然後呢 我給它約分 這個是 根號5 約分的話 是根號5 那撐過去平方以後 就是1加m平方 等於5 那m平方等於4 所以m的話 就等於多少呢 m的話是等於正負2 m的話是等於正負2 好 那帶回這裡 所以它的那個切線 就是y-3 等於多少 可能是等於正負2 x-1 或者是y-3 等於負2 x-1 有兩種情況 那我把它整理一下 這就是 2x-2 移過來 -y加3 所以這是2x-y加1 等於0 這個呢 我把它移過去 就2x-2 乘進去 -2 加y-3 所以這是2x-y-5 等於0 兩條 兩條切線 所以這答案的話 2x-y加1 2x-y-5等於0